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股心想起 我是曾志祥 來今天大盤 當然今天是呈現一個大漲145點 漲幅1.8% 那OTC漲的比較少一些1.07% 那在昨天節目當中我們跟各位談到 談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 第一個是人為干預的狀況到目前為止沒有消除 所以期貨結算拉高結算的目的是非常明確 而且明顯 就像昨天我們跟各位說的 你可以算得出來 在先前你在期貨結算過後 一月之後二月換倉的新倉之後 它本身就是一個偏多的事態 這個態勢 但是這邊有一份非常吊詭的就是 國際股市普遍的回盪 雖然說這兩天在反彈 但是都是經過先前的破底之後才反彈 反而是台股 這陣子是稍微的比較強勢一些 但是我們就要反觀過來去思考 我們昨天標題下的非常清楚 周三結算過後 你接下來真正才是真正的重點 結算過後我們要看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會不會持續做干預 這個才是重點 因為其實很多的時候先前我們這個執政黨 在換人之後 國安基金說要護到4月15號 那當然自然而然你會發現 這幾天的報紙一直非常強調了 護盤的這樣子的動作 那當然明天太子齊齊算了 施茅遭之心 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您有必要在今天急著去做多股票嗎 過年之前我跟各位說 你要做多等拉回再來買 過年之後 縱使今天直出大漲 這樣子還是這樣子再次強調 你要做多等拉回再來確定買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說 第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概念 就像我們昨天所說的 給你的交易警囊 給你的研究報告 給你的交易警囊當中 它最重要的不是方向 我們報告當中 我們特別跟各位談到了 不是談方向 是談交易警囊 對嗎 好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在指數目前看起來 好像突破了季線 8154點來到8212點 好問題來 目前季線的扣底在這個位置 接下來扣底 一個月多月的時間 都在8400多點 上下 那你覺得這樣子的季線 會呈現上彎嗎 除非它今天指數 還連續噴噴到這個位置 否則那是困難 對不對 好 那現階段所有的投資朋友最 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到底現階段該不該在這個時間點 立刻翻多去做多 我覺得那個是沒有太大意義 對你的資金持續的干預 但是最重要另外一點 我們要思考的就是 台積電到底能夠干預到何時 這是目前的台積電 今天已經來到147.5元 這是先前的高點 155塊錢 那台積電其實我們從一個角度來思考 什麼樣的角度呢 這是去年11月的營收 你可以看得出來是年減12% 去年12月的營收年減16% 元月份營收公告出來是年減差不多18% 你會發現它年減的這個這個幅度是越來越大 表示跟去年比較起來 今年目前為止這三個月的時間 台積電的經營是越來稍微在走下坡 稍微在走下坡的情況之下 我們再來預期是二月份的時候 當然它的營收當然一定會比去年同期二月來的更少 為什麼 兩個因素一個是所謂的這個工作天數比去年還要少之外 那還有地震的問題 台積電地震的影響 我想各位報紙上或許你看到的影響不是這麼大 但事實上其實 報紙有時候寫出來都是比較偏正面 他們不會告訴你壞的事情 所以台積電有可能是呈現 但接下來二月份的營收也不會忽然變成年增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11月開始出現比去年同期還要衰退 12月也是一樣 1月元月份也是一樣 2月份也是一樣的情況之下 它就變成連續四個月年減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奇怪了台積電一直這樣子的干預 要干預要干預到何時 其實就一些特定資金的角度來看 他其實也知道台積電目前已經開始慢慢在走衰退 但是 在一檔股票當中 今天沒有一個高度成長的力道 或者是持續成長的力道的情況之下 你告訴我台積電有辦法一路這樣往上噴噴上去嗎 你覺得這樣子是對的嗎 所以我們今天這樣子反覆思考下來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台子期結算 為了接下來明天的台子期結算 為了拉高結算的情況之下 台積電的漲幅頂多也才1.73個百分點 貢獻指數超過二三十點左右 反而是金融股 金融股今天漲了4.72% 所以我們今天整個看下來 你會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陳如張老師是昨天所告訴你的 台子期的結算 所預告出來的結果是這樣子 果然是拉高結算 但是我們抽絲頗顯下來會發現到 整個結論下來你會發現到 什麼結論 剛剛我們一開始談到了 個股的這個所謂技術面的角度 再加上 這個所謂的台積電的角度 再加上特定人跑去拉金融的角度 而不是重拉台積電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際線 你真的會忽然上彎嗎 所以第一個結論出來 大盤 結算過後 台子期結算過後 你要提防回馬槍的機會 回馬槍的可能性 那是不是機會 目前還不能這麼說 但是回馬 回答 是可能會產生的情況 好 這是第一個結論 廣告時間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專業讓華信投顧總能發掘潛力投資 二十多年來 華信致力於更高的目標 更深遠的眼光 為客戶發掘更優質的投資機會 支付專線 02-2392-3988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節目的現場 那當然可能有些投資朋友會在問說 趙老師你到底還要不要繼續做空 其實我們先前在過年之前 張老師都一直講得很清楚 我們在低檔的時候不會去追攻 談起來再繼續空 但是問題是我們談起來的過程當中 所有外面都很清楚 我們出手的動作非常非常的少 因為快要過年了 就如同在過年之前 我們一直跟各位講 你不要去報告過年 因為國際股市一定會回答 對嗎 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們現在的動作其實保持比較中心客觀的態度 一直在看整個盤勢 等它確立一個真正的方向 而不是說今天我們在股票市場 每天看到股票漲就說要漲 每天看到股票跌就嚇得要死要去追控 不是這樣子做 所以說我們整個回過頭來 第一個我們剛剛上半段的節目當中跟各位講到 第一個結論是 大盤回答的機會大 第二個我們要推演出來的重點是在哪裡 回答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要思考的是 回答的過程當中 它接下來會面臨到多空真正的交戰的時機 如果說在結算完過後 特定人的干預因為拉高結算之後 已經回補掉之前的虧損的話 就不需要再干預 那這樣子台股它就會出現 過年之間 這個國際股市在跌的部分台股沒有跌的部分它會不跌 但是在補跌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能夠真正有效形成真正的支撐 並且形成真正的底部 這個部分是接下來多空論戰最重要的一個位置 而這個部分您在我們先前給各位 昨天給各位的交易緊張當中所談到了都有 什麼意思 我們昨天說過了 那份報告當中所談的是交易策略不是論讀空 所以你要再根據那份報告 等到指數回馬槍的過程當中 那份報告所寫的位置 以及所寫到的徵兆跡象 再來決定是不是要出手做多或者是繼續空股票 懂我意思嗎 今天我們這股票市場從來不怕買不到股票 只怕追高股票 不是這樣子嗎 舉例來說好了 你去追高油田的 過年之前是不是很多人在跟你講油田 今天開盤跌了8個百分點 然後後來殺到跌停直接鎖死 今天指數大漲 主力股這樣殺你覺得如何 今天35508的省準 真的很省準啊 昨天一根長紅今天一根跌停 會起來帶量 很省準 再來 很多啊 還有很多啊 1536核大演示 你看喔 你覺得這在幹嘛 再來 還有 今天台軍是有的啊 跟著戴力光一起長 但是他長了第二個波段 好 我們整個回過頭來看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所談到的幾檔個股 還有包含這個 欸奇怪 今天大阪大漲欸 欸這個也沒有漲啊 你不覺得這些是還蠻奇怪的嗎 可能股票本來就是拉高出貨 報紙的頭條 一堆老式的股票 一堆老式的股票 不就是拉高要出貨嗎 所以同志朋友 今天張老師要跟各位表達的概念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先前12月8號正式油多翻空之後能夠整個大賺 最經典的戰役 最經典的戰役 這一大段你有沒有賺到 但是我們今天要表達的重點不是叫各位繼續空壞 我們要表達的重點是到當回馬槍的過程當中 一旦確定他能夠指紋多頭抵抗空單的壓力之後 能夠抵抗成功 那個才是確定 確定之後你再來做多不是漂亮吧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所說的 股票從來不怕買不到 只怕你去追高 不是這樣子嗎 當初去追高到這個3455油田的朋友們 現在不是很痛苦 去追高1536核大的朋友們 現在不是很懊惱奇怪了 為什麼今天指數大漲他的股票在跌 所以今天我們整個回過頭來思考 我們給各位下的結論就是 經過台子期結算過後 第一個要關注的是不是台股持續在做干預 而第二個部分就是 今天急漲的過程當中 為了結算而拉的過程當中 拉的主要是金融 而不是電子的情況之下 那你就會發現過去拉金融股 其實都會很多股票在偷偷摸摸的在偷出貨 而第三個重點是 那我們在觀察接下來回測的過程當中 一旦我們確認 確認完成那個支撐 多頭的力道能夠再次的抵抗空空的力道之後 那個是一個漂亮的位置可以進場做多 那個時間點 所以你今天要做多也等回檔再來嘛 了解詹老師的意思 那如果回檔不成那當然 順勢空下來 這就是所謂的順勢操作 那如果說您認同了歡迎跟上詹老師的腳步 那當然我們再回過頭來談最後一個重點 最後一個重點就是今天特別 特別什麼 詹老師準備了兩檔股票 今天準備了兩檔股票 那這兩檔股票是我們鎖定好的 等到大盤回馬槍的過程當中 一旦我們確認 這兩檔股票我們會去做進場 而這兩檔股票為什麼要做確認 所謂的做確認是因為它整理期夠長 整理期夠長背後代表的因素就是籌碼成定的夠久 而且籌碼成定的夠久之外 還有外資偷偷摸摸的在最近一個多月的時間 其中一檔拼命莫名其妙的在吃貨 而這個外資是來自於這個所謂的雅系的外資 聽得懂這個意思嗎 美系的外資歐系的外資正因為國際股市的修正 而瘋狂的亂賣股票 但是卻有雅系的外資在偷偷摸摸 在買張老師所鎖定的兩檔股票當中的其中一檔 我們等到一大盤一檔回馬槍確認之後 這兩檔股票我們會去做切入 那你要不要跟上車 要賺錢本來就是要有耐心 一旦我們確認漂亮的買點 風險夠低利潤夠大的時候 我們就會切進去 那當然這兩檔股票如果您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電免費索取 謝謝各位明天見 本公司已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你們最好看 兩檔股票 需要